人体的内部究竟有哪些神奇的规律 天地的运转与我们的生活起居 到底有多么密不可分的联系 敬请关注宅双庆解读皇帝内经第二部 第二集不可忽视的规律 人的右手为什么常常比左手灵活 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 而人左手不不如右墙也 我们的作息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律呢 太阳出来了人就起床了 太阳落山了人就吃吃饭 在西灯也就睡觉 春天为什么要吃春饼 应我们春天的阳气生发之气 使我们人体阳气生发起来 以应春天之相 天气气候是依靠什么侵犯人体健康的 风寒鼠尸造火 皇帝内经认为 我们人体与天地之间 有着一些神奇的规律 那么这些规律都有哪些 我们该如何认识它们 并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呢 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 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 为您精彩解读 《皇帝内经》第二部 第二集 不可忽视的规律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咱们开始讲天人一理 所谓天人一理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自然界有什么样的规律 有什么样的道理 我们人体与之相应 就有什么样的规律 有什么样的道理 达到一个天人相应 这是内经的一致的观点 说到这儿呢 我先说这么一件事 说前些天呀 我上网 发现在这个网上啊 有这样的帖子 说的呀 有人问 说为什么这个近视 得近视的人呀 说这个左眼睛跟右眼睛 这两个度数不太一样 哪个眼度数深呢 认为这个右眼的度数比较深 也就是左眼稍微好一点 结果呢 就有人去跟帖 说的呀 真是这样 说我这个左眼呀 是275度 结果我这右眼呢 就是900度 哎呀 差别差得比较大 还有人说的更邪乎一点 说我这个左眼呀 1.5是好的 结果右眼呢 200度的近视 接着还有人 跟帖说什么呢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呢 说我这个手啊 经常用右手去写字 写字的时候呢 那这头呢是歪着的 结果呢 这个右眼呢 离桌子 离这个纸可能就近 用的呢 可能就多一点 结果右眼睛就不太好了 左眼睛就好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其实啊 这种不太对称的这种关系啊 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很常见的 你比如说 有人认为 有人说啊 就是说这个右脚啊 就比左脚要灵活 你看是不是这样 我们也看那个足球 你看那个足球队当中 说的如果说有一个人是一个左撇子 那个解说员可能就告诉你 你要注意到了啊 他是一个左撇子 说明什么呀 说明他有特性 跟其他人有点不太一样 包括我们吃饭用筷子也是 有的饭店 就明确提出来一个什么呢 说他如果说这一个桌子上啊 有五个左撇子的话 可能这个饭店老板呢 就要送他一盘菜 送他一道菜 说明了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人体当中啊 有不对称的东西没有 有不对称的东西 那也说一般来讲呢 是这个右手右脚比较灵活 而这个左眼左耳 可能就比右边的要灵活一点 这是什么原因呢 内经当中实际上给出了答案 在内经当中啊 有这样一段话 天不足西北 故西北方阴影 而人右耳目不如左鸣 这什么意思呀 说天不足西北 那就是西北方 天就相对的少点 地势就比较的高 也就是说地就多 天就少 地为阴呀 天为阳啊 所以西北方是阴 那么人跟它对应的是什么呀 人的右耳目就不如左鸣 那也说左边的耳目的功能就比右边要强 地不满东南 故东南方阳也 而人左手不 不如右强也 东南方呢 地势比较低 地势比较低 是不是这个天就多一点啊 天多一点 天为阳嘛 所以东南方是阳也 而导致出来有一什么现象呢 就是人的左边的手不 不如右边的强 也就是说右边的手不 就要强于左边 实际上啊 在内经里 天不如西北 地不满东南 这已经是一个常识了 说到这儿呢 我在这里 简单的说一个神话故事 这个神话故事 就是贡公怒处不周善 说呀 在盘古看见你之后啊 这个水神贡公 一向跟这个火神祝容 两个是不相合的 两人不对付 有一天呢 这个水神呀 就召集他的大将 像什么 向柳和浮游 干嘛呢 一起去攻打这个火神 结果这个 向柳啊 和这个浮游啊 率领了大军 就去围攻这个火神的 祝容的光明 把这宫外的这个神火呀 都给消灭了 然后进而呢 就要打击这个祝容 祝容呢 就架着他的什么呢 架着他烈火炎炎的火龙 出来应战 当然了 这火龙一出来 那么怎么样呢 这个云雨其收啊 一片光明了 两边就开战 这个时候呢 这个水神呢 他这个大将 又把这个海里边的 江里的水就吸收上来 再去打这个火神 那么这一时间呀 是天空上啊 灼浪翻轨呀 那么当然了 这个火神 祝容 他的这个火龙 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他又出来 再进一步 去打他们的大将 而且呢 只打谁呀 只打这个水神 这个故宫 那么这故宫呢 就且战且退 这个时候啊 水神呀 还想再把这个水呢 怎么样呢 保留下来 再进一步 去打这火神 可是他吸上来的 这个三江五海啊 这水是留不住的呀 一下就给打没了 兵力就不足了嘛 所以他就往回逃 逃到大海之中 逃进自己的水宫 这个时候啊 这个水神呀 以为已经到了大海了 到了自己的宫里了 这个火神呀 就追不过来了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火神祝容啊 是下定决心 要去打的 结果一入海以后 海水就两边翻滚呀 就给这个火神呢 就让路直逼水过 这样水神 确实打不过火神了 最后呢 战的结果呢 是这个浮游啊 被战死了 向柳呢 他逃之遥遥了 水神见到这个状况 已经是大败了 随之逃到天边 逃到天边 遇到不周山 自己又羞又怒啊 一看后边 火神还在追赶 一头撞上了不周山 不周山一倒 哗啦啦的一倒 天河怎么样呢 就请贴了 那个水船都来了 天河就泄了嘛 天边出现了 大的窟窿啊 这样导致天穷怎么样 请结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周山呀 本身它是一个 称天的柱子 它被撞击以后 怎么样呢 天边天穷就请结了 这天穷一请结 那么我们知道 拴在这个北方顶上的 天顶上的 什么太阳啊 月亮啊 星星啊 那位置还能保住吗 保不住了 就向着西方怎么样呢 也就划去 这样也就形成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说太阳啊 这个月亮啊 怎么样呢 从东方升起 从西边怎么样呢 落去 而拴在这个东南方 拴大地的一个巨绳呢 也破了 也端了 这样东南方的大地呢 怎么样呢 也塌下去了 这样呢 东南方大地塌陷下来 西方呢怎么样 天呢怎么样塌下来 形成了一个天不足西北 地不满东南 这样的一个情况 西北方啊 地势比较高 东南方呢 地势比较低 那我们的江海河流 从西向东流 也是百川 入海 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这之后呢 天塌下来 是不是有大窟窿了吗 女娃呢 又练五彩石 怎么样呢 补天 这样呢 把天的大窟窿给补上了 大地才算是 或者说叫宇宙 自然界也才恢复了一种原来的状态 也才稳定了 那么说这神话呢 这说什么什么意思呢 说明一个自然界经过这样一次大战以后 基本稳定 人能够在这里生存 自然界也就偏于一种正常状态了 我要说这个说什么意思 实际上在内经著作时代 认为天不足西北 地不满东南 这种认识 已仍是一种常识性的东西了 所以古人把这种状态解释成为一个什么呢 天地 阴阳所不能全也 也就是说呀 我们自然界不是说哪块地儿都是阴阳平衡的 所以内经当中也就提到了 内经就认为呀 人呀怎么分这阴阳啊 是面南而立 左边东南就是指我们的阳 阳呢是怎么样 东南方是偏胜的 而我们人体呢 又有上下之分 上边耳目就属于阳 所以内经就认为 我们左侧的耳目啊 是属于阳方的 东南方的 也就是左侧的 功能就强一些 强于右边的 而我们人体的下部是属于阴的 西北方比较强 我们的右侧就是西北方 所以我们下边的手啊 脚啊功能就是右就强于左侧 这是用的一个什么道理 还是天人的一个理 也就是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 但是只要它是偏于一种什么 稳定的状态 是一种和谐的状态 也就可以了 这就是天人毅力 实际上呢 一些节律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称为天人同律 人体的生理规律 应该按照自然界的运动规律 反之就会导致疾病产生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了解 自然界规律 如何在生活起序上顺应规律 从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标呢 古人呢 测天地的这么一个规律 他有一个方法 这是在两千多年前 就有了 叫做什么呢 叫做夹灰粘律 它是说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 说这个湿度啊 温度啊 还比较恒定 摆了一些大案子 上头放一些什么呢 绿管 这绿管实际上是测音律的 这样的绿管 长短是不一的 那么把这个绿管里边 搁上什么呢 搁上夹灰 这夹灰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芦苇的那个衣膜烧成的灰 古人呢 把这个灰呀 搁在这个绿管里边 说到什么季节 哪个管怎么样呢 它这个灰呀 自己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个绿管自己出来了 就能够确定什么季节到 用这种方法来测定天地的那种节律 实际上我们说 我们二十四节期的测定 就跟这个有密切关系 那么说到这种节律 也就是自然界它有它的节律 而我们人也是与之相应的 在这个四季调整大论当中也就讲 说自然界的这种规律呀 对于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人应该顺应自然界这个规律 如果你人不顺应这个规律 那么就是自己来找病 所以它有这样的原文 你以之则灾害生 从之则科基不取 这科基呀 实际上就是大的疾病 你如果不顺应这个节律 那可能就要出问题了 首先我们先看了 看一下昼夜成婚 我们大家都知道 说广西巴马呀 那块呢 长寿老人特别多 我有一个朋友吧 也到广西巴马 去跟这些长寿老人去交流 因为去的这些人呀 很想知道一个问题 也就是巴马这个地方的老人 他怎么做的就长寿了 也就是长寿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结果经过访谈老人呀 又经过他们观察呀 回来跟我说 得出一个结论 说那块的人呀 实际上并没有特别特出的 但是人家有一点 就是什么呀 随着自然的节律 再去做事 说比如吧 这个成婚节律 说早晨呀 太阳出来了 人就起床了 起床以后 做做早饭 开始做做家务 到地里去怎么样 该去劳动 做做农活 到晚上了 日熄了 太阳落山了 人家就吃吃饭 熄灯 也就睡觉了 也就是说 随着太阳的升降降落 人家就这么去 他自己的作息事件 也就是这样 他的活动也随之而应 你说简单不简单 我觉得是挺简单 其实按内经观点呢 说到人活动 不仅仅应该这样 而人的得病 实际上也受 自然的规律来制约 所以在内经当中 有这样的译言 叫做什么呀 尤其是人的外感呀 发烧啊 他提出有一个 什么规律呀 但会昼安 西家野生 什么意思 早晨呀 怎么样呢 这个病情 会就是安定的意思 好转的意思 早上起来啊 好转 白天呢 怎么样呢 这病情呢 比较稳定 减轻 而到傍晚的时候呢 这个病呢 可能会加重 到半夜的时候 可能会更重 说到这儿 我们再看看 我们的四季节气 四季节气 其实也是一样啊 说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 它代表着 我们的阳气 阴气 它的一个消长变化 也是在影响 我们人体的 所以我们人体 在四季当中 它的起居生活 它的这个活动的多与少 它都有一个指导性的东西 我们是应该按照这个去做 不仅仅如此 你包括我们的节气 也是一样啊 说我们现在是 总结出来了 古人有二十四节气 比如说吧 说历春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历春日应该吃点什么 吃点春饼 吃萝卜 那个萝卜就是礼器的吗 说你吃春饼 春饼就是那小荷叶饼 汤面的荷叶饼薄薄的 你这应该加点什么菜呀 说加点绿豆芸啊 黄豆芸啊 加点什么酒黄啊 加点什么菠菜呀 这些菜吃它干嘛 实际上是 应我们春天的阳气生发之气 使我们人体阳气生发起来 以应春天之下 所以我们说啊 节气当中的一些习惯呀 一些习俗啊 我讲并不简简单单的 就是一种习俗 就是一种文化 实际上很多的时候 是我们人类养生的 智慧的一个捷径 你像在这个 说端午的时候啊 应该饮点熊黄酒 说在立夏的时候 夏至的时候啊 应该吃点什么呀 面条 说在立冬的时候 有人称作在冬至日的时候 应该吃一些饺子 实际上都是属于 这种的情况 那么也是 人类在发展过程当中 也形成的 所以你看我们夏天的时候 经常还是喝点什么呀 喝点绿豆汤啊 喝点乌梅汤啊 来去去数 到冬天呢 你可能就多吃点什么呀 什么火锅啦 羊肉啊 一方面去含 另一方面呢 鼓舞鼓舞我们的洋气 实际上都是这么一层意思 那么疾病在临床上 受不受自然界的影响呢 根据不根据它这个节律 有变化呢 也是根据这个节律 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临床上就经常能够见到 说冬天到了 可能临床上疼痛的病人 就偏多了 你包括有些胃疼的 有些腰疼的 有些腿疼的 那么冬天为什么 这些疼痛的病人就多了呢 其实也很大的原因 说冬天呀 寒怎么样呢 就比较少 那阳气内藏了嘛 外边就剩什么了 就剩寒了 寒主什么呀 寒主收饮啊 所以经脉呀 气血呀 它流动起来 就不是那么特别的畅怀了 它就容易不通 内经当中讲 不通则痛 气血不通 所以这疼痛呢 可能就会怎么样呢 症状可能就会出来了 所以冬天的时候 这些疼痛的病人 也比较多 另外呢 实际上冬天一到啊 有一个病特别多 也就是咳嗽的病人 尤其那个小孩 咳嗽的病人 北京市的一些中医院呢 也做过统计 说在冬天呀 你查看查看 统计统计 小孩的门诊 最后一些病种啊 当然也是比较多 但最主要的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 也就是咳嗽的病人 特别多 原因是什么呢 中医也讲了 说在这个肺 怎么容易受伤 他讲究什么呢 重寒则伤肺 重寒嘛 一个寒就是外界的寒邪 另外一个寒就是什么呀 说那小孩啊 老吃这种什么呀 寒饮食 寒饮食入味以后呢 也容易从肺经上归肺 两寒就可以导致什么呀 肺受病 所以冬天的咳嗽 就偏多一点 你看看这规律 是不是也是相应的 每当季节变幻 医院里的病患就会明显增多 这种结果 与我们生活的自然界之间 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茫茫自然之中 究竟有哪些看不见 摸不着的规律 对于这种规律 我们该如何认识 并加以利用呢 请继续收看 《皇帝内经》第二部第二集 不可忽视的规律 说到这儿呢 我再想提一句 五蕴六气 这个五蕴六气呀 实际上是古人 对这个自然界 天气气候变化的一种什么呢 一种预测 一种解释 他认为呀 自然界气候的变化是什么呢 是天地相互作用的结果 五蕴呢 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蕴 这是由地气所主 说一年呀 怎么样呢 由五蕴分五步 哎 气候会有这样的变化 而所谓六气呢 这是指天影响我们大地 有什么呀 风寒蜀石造火 它呢 分六步来影响我们大地 而且呢 这个五蕴和六气二者 相结合 就形成了我们 平常所见到的气候的变化了 而且它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一年一年 地球的运转 哎 它根据这个来去探讨 这个天影响我们地 大地影响我们地产生的这种气候变化 它有什么变化 它可以测出这个东西来 测出这个东西干嘛 进一步来去说明 我们人体根据这种变化 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疾病 根据这些疾病 我们怎么去预防 我们怎么去养生 这就是所谓的五蕴六气 所以五蕴六气 对于中医的人来说 也是比较重要的 有人就称为 说的你不通五蕴六气 变读方书合计呀 说到这儿呢 我想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事情 九十年代初 我们有一位著名的老中医 有一本书 其实里边谈了呢 很多中医的学术问题 而出版社出的时候呢 就想了一个法子 他说呢 你要真谈这个特别学术的问题呀 读者面太小 那我给你变一个书名 变一书名以后呢 说老百姓啊 也可以读 甚至呢 这书都可以拿到地摊上去买 起了一个什么名字呢 起了一个运气探秘 这本书很有名啊 这本书学术性非常强 结果呢 有些人呢 就看这个运气探秘 就以为这个运气呢 他不认为是五云六气 他认为什么呢 以为是运气 他说人运气 怎么来预测预测 以为是这样的书 有的人就给买过去了 实际上里边谈的是 五云六气的一些东西 是一些学术上的这个东西 当然了 你说人的运气 其实也是一样 说我们人各自的运气是什么 我们讲啊 说自然界你看看 都有春夏秋冬 都有高峰与低谷 其实我们人的一生 也是有的 不见得非你是一帆风顺的 可能你也有你自己人生的 春夏秋冬 也有你的高峰和低谷 所以我们人应该是 坦然的面对你的未来 自然界的运动规律 有天地之分 那么地的运动规律 就是跟我们的吃有关 在中医里 不同的节气 不同的地域 吃是大有学问的 那我们该如何掌握 饮食与人体之间的关系 轻松摆脱疾病的困扰呢 那么我刚才所谈的 实际上都是一个天的节律 主要是天的节律 气候的节律 对人的影响 那么地理上 大地 对于我们人 有什么影响呢 它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说到这儿呢 我想我先提一个问题 有这么一个现象 说有些东西呀 在北方产 比如啊 像我们的人参呀 像我们一些鹿绒了 这些怎么样 北方产的是 道地腰材 是好的 质量是上乘的 而北方人吃的一些东西 吃的多不多呢 并不是很多 什么人吃的比较多呢 不南方人呀 吃的却比较多 换句话说 这些药材呀 产于北方 却在南方用之 这是什么道理 有人跟我回答呀 是这么说 说的呀 南宋以后啊 由于迁都到了杭州 杭州啊怎么样呢 经济啊 政治啊就发达 皇室之人嘛 比较注重保养 所以吃这个人参 鹿绒这一类的 所以说呀 吃鹿绒啊 人参呀 这个是在南方盛行 是什么呀 是皇室遗风 留下来的 我们说实际上 在广东啊 福建呀 这样天气比较炎热的 这样的地方呢 人也经常吃这些人参 煲汤 你看经常各自人参 这是什么道理 内经对这个现象 也进行一个总结 它叫什么呢 西北之气 散而寒之 东南之气 收而温之 说西北风啊 地势比较高 天气比较寒冷 由于它的寒冷 阳气就要怎么样呢 就要内藏 所以它容易把羊 聚在一起 因此人参也好啊 鹿绒也好啊 哪儿的药材比较好呢 西北风比较好 而由于阳气在里边内藏 寒比较盛 所以在治疗上呢 很多的方法 采取一种什么呢 散而寒之 散也就是什么呀 把这个表鞋散去嘛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含苞火呢 把它给散去 而且用寒之 由于阳气在这里头 所以人得病 很容易得内热 所以用点寒药 去去除内热 而东南方的人呢 由于天气比较热 地势怎么样呢 比较低下 所以那边的人呢 阳气热嘛 阳气从内都发泛出来了 浮于表 因此南方之人 他的内体内 阳气就偏虚一些 因此他就用一些什么 人参啊 路容啊 来补充他 补充他的阳气 所以叫收而温之 那么收呢 你看啊 南方的人是不是也 喜欢这种 做一些发酵的东西 吃一些酸腐的东西 实际上这都是一个什么呢 酸住收嘛 也是一种收炼 把这种浮在外的阳气 怎么样呢 给他收纳回来 说地理是有这样的道理 环境是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人呢 有了已经认识到了这种规律 所以自觉的就把这规律 给用起来了 说到这儿 我也想起这么一个故事 说有一位医生啊 想到四川去行医 他就想呢 我到四川以后啊 遇这个一个病人 如果好治的话 我方子一用 这个病人症状一解决 是不是我的名气就大了 他在入川的过程当中呢 到达四川了 遇到了这么一个人 遇到了一个打柴虎的人 挑着一些柴虎 再走 遇到一个什么呀 清泉 他就看见那个挑柴虎的人呀 天气比较热嘛 就把衣服一脱疼 就下到了这个清泉当中 清泉是比较凉的呀 这个大夫就想了 说这有意思了 天气这么热 你说你出那么多汗 突然跳到冷水当中 你不病谁病啊 那我就等着你吧 于是乎这个挑柴虎的人上来以后呢 穿上衣服挑着柴虎又走 大夫就尾随着他 跟着他 说看你什么时候发病 什么时候一发病 我一开方子 你这病就好了 结果看这个挑柴虎呢 走到一个小店旁边 要了一碗面条 里边呢 有葱啊 姜啊 蒜呀 辣椒啊 花椒啊 喝了一大碗 呼噜呼噜一吃 满身冒汗 这大夫一看 坏了 不用我治 他就能好 说明什么 说明当地人根据他的生活习惯 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 已经有了 形成了自己一套的这种养生的东西 用的是什么 用的还是天地之理 实际上我在说这些 都是把人跟自然界看成了一体 天人是一理的 那最后我要说几句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人生活在天地当中 跟天地 又是一体 而且用的规律呢 也是一样的规律 所以古人呢 就用自然界的一些规律 认识自然界的一些方法 来去看待我们的人 那么人生活在自然界当中 他得病不得病吗 说当天气压气候啊 侵犯人体的时候 跟人体相接触的时候 我们人体可能就得病了 所以他把这些太过的东西 就称为六银 那么古人呢 就去分析这六银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 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些六银 怎么去治疗这些六银 因为我们知道吧 这个风寒鼠尸造火 或这个六银 是我们人体最容易感受到的 或感觉到 感受到特别明显的东西 所以古人呢 又用认识六银的这些方法 这些道理 去认识我们人体 所产生的这些疾病 把这些你所得病表现出来的现象啊 用六银 用风寒鼠尸造火 它的特性 来给它分类 说你得这个病 你得的这个现象啊 到底什么现象 是风之相 还是寒之相 我给你归归类 归好类以后 我就用什么 治风的方法 治寒的方法去治疗你 这也就是我们中医临床上 所经常用的 这也是内经的一个主要的思维模式 而在这个六银当中呢 古人又认为 谁最首先呀 或者说最厉害呀 他认为什么呀 是风 所以内经当中又有这样的语言 风为百病之长 风为百病之始 所以我们下一集开始 首先谈风为病 从风入手来谈谈 它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以及我们怎么根据这个风的特性 去养生 去治病 好 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